欢迎来到宝岛干嘛点的节目现场 我是克莱儿 文身艺术本身是一个很前卫性的创作艺术 但是早期社会大众普遍都会对这项艺术 有比较负面的印象 但事实上它是一个在艺术不过的艺术了 而这样的艺术创作 在我们台湾的文身室的努力下 还是可以踏上国际舞台是非常不容易的 今天克莱儿就要带大家来了解 文身这门神秘的艺术 今天在节目现场也很高兴 为大家邀请到了这个文身界的大师 他曾经在意大利米兰国际四金大展 夺下金牌 就是我们的文身大师陈世勇老师 阿勇老师你好 主持人你好 其实阿勇老师在生长在一个比较保守的 商下地方 对 怎么会接触到这样子一个比较前卫性的艺术呢 因为从小就看到长辈大人他们身上有文身 觉得那很像有一种英雄式的象征吧 就从小就爱上文身了 可是之后要决定成为文身师 这个决定应该对你来讲是一个 蛮大的一个抉择 也经过很多年的 一直在重复的在想这件事情 可是最后的决定还是要走上这条路吧 有没有什么转捩点或是契机让老师觉得说 嗯 文身艺术是我这个要从事的行业 其实之前做过很多工作都是 不是很顺利 可是就是做文身下去就 一路就觉得我老婆又很挺我 就觉得什么 工作都不比文身这个工作来的顺利 所以最后决定就是坚持要走这条路 当然在现场我们也请到了阿勇老师的夫人 谢秋月小姐来帮我们 也是阿勇老师在文身这条路上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精神支柱 阿勇老师在接触文身之前就已经认识我们的夫人吗 对对 那据我所知那个缺二姐本身也是出生在一个比较保守的家庭嘛 那对于文身这个部分的话 双方家长对这样的看法有没有什么想法呢 其实我父母亲跟他父母亲都很反对 他会觉得说 你什么工作都可以做为什么要去做这种行业 因为以前这种行业是人家都不认同 他会觉得你这个就是可能是不好的 给人不好的感觉可能是流氓的象征吧 可是我们做下去之后 换来的给人家感觉 可能我们做的图案 再来就是行为 会让很多人认同 甚至于两边的家长还有朋友 甚至很多的老师们都很认同 我们做的方式 那对于阿勇老师来讲的话 文身最吸引你的地方是什么 最吸引我的就是可能是他的图形 再来就是他放在身体 跟你看到在纸上的感觉是不一样 因为是每个人呈现的感觉不一样 就是他可能有你的肢体的动作 你会表达的那种方式 再来就是他的色彩 因为以前的人 感觉文身就是黑白的 可是我们现在很多的文身都是彩色 甚至于我们试过的客人里面 有很多彩色都在外国有得到一种很好的认同 得到奖杯 所以我们觉得说很多的不可能让你去实现了 你就会觉得说这条路我们是走对的 我觉得大家应该还蛮好奇的就是 其实在老师从事文身艺术这份行业 已经差不多二十几年了 那早在二十几年前 在文身艺术这个学问其实是非常有限的 那老师本身是无师自通嘛 对不对 那个时候是因为学习资源特别的少吗 其实以前的文身是别家的文身馆 他也不会告诉你他们的秘密 嗯 再来就是以前人家对文身的感觉就是黑白的 你为刺青就是感觉就是黑白的没有彩色的 我们那时候有去买一些杂志 你看到了有彩色的外国杂志 我们觉得那个是骗人的 因为那个东西你不可能把那颜色吃的这么鲜艳 这么漂亮 我们有一次就到了日本 去参加一个国际的文身展 对 你看到的外国的文身你就觉得说 那都是真的那不是假的 真的有颜色的 对你会去研究 所以我再来就是你会请教一些外国的文身师 从他们的技术上去学习 这样不断的从2000年到现在 都一直往外国跑 所以之后觉得文身这个艺术来讲的话 老师觉得他从以前到现在转变有很大吗 因为其实 其实他转变很大的原因是 他以前就是比较自我 我们台湾的文身师他比较感觉自己的模式去做 没有去加入一些外国的元素 现在的文身是会去参考到外国的 一些素描的一些比较立体的 3D的那种感觉跟以前的文身不一样 它的颜色还有它的作风都先进了很多 其实文身这个东西 一般来讲文身是本身帮客人文身这么多 对于自己家人要帮家人文身 我想必应该是一个非常不一样的体验 那我们的邱月姐其实之前也是对文身这个东西是比较 不知道怎么去接受他 那可是那个时候邱月姐就觉得说 我需要试试看 第一次请那个艾勇老师帮邱月姐文身的图案是 好像是还蛮可爱的一个卡通图案 之后就进而就是老师帮他做了一个算是一个大作 我还让老师得了奖 那个时候邱月姐请艾勇老师帮他做文身的时候 感觉是什么样的 一开始他也原本是不能认同文身 他其实他蛮保守的一个女孩子 他会接受我的文身是因为他有看到我的作品出去了 他觉得你的功夫已经可以了 他才决定 要吃米老鼠的原因是因为 我女儿大女儿很喜欢米老鼠 他又会觉得说我吃这个东西 第一它可以遮疤 他原本那边有大腿有一个疤 他要把它遮掉 再来就是他女儿想要的 又是他自己想要的 他就决定好了吃米老鼠 那邱月姐本身对于这样的决定是 在什么样的契机之下 除了说因为女儿很喜欢 那之后更有勇气让阿勇老师在你背后做一个 非常一个杰出的作品 这个是下很大的决心吧 因为我会跟他到各个国内外的文身展 你会看到很多尤其是国外很多刺满全身的 其实刺全身不稀奇 你会几乎到那个场位的时候 你会激发你想要去刺 越刺越多的那种动力 对我就是喜欢比 不是比赛是比说谁刺的多谁刺的漂亮那种感觉 就要特别 在刺的时候会不会觉得说 刺完米尼这个图案以后感觉说 好像一次就上瘾了 觉得这个艺术真的是挖掘不完 阿勇老师就会继续在 在秋月姐这边身上做这个艺术 其实我们两个会聊的东西 在纹身这个区块算 常常在聊 只要他有想法他就告诉我 我有想法就告诉他 所以两个人一直在磨合 就是想要的纹身是什么 再来我们又不希望我们的纹身跟人家一样 所以你就一直在研究 想要什么再去做设计 所以他身上的纹身其实是 蛮多的想法组成的 所以他要什么的时候 他会先跟我讲 可是我常常会被我打枪 因为很多东西 可能是他的想法觉得OK 可是我的感觉 我要的不是这样 我要的是可能就像他背后 我那时候跟他设计 我要的就是全世界最大的纹身 所谓最大的纹身 就是在你的身体比例里面 他是整个背后到你脚底 全部的肌肤的面积 这是一张图案 不要给你感觉这边一块那边一块 那时候是我们的想法 他就认同的时候 这讨论了几年后才开始刺了 刺下去的时候 又花了几年时候再完成 对 其实这个工程应该是非常浩大 而且很多人都会觉得要刺青 就是等于说你想好你一个图案 然后你进去直接就刺 可是其实这个过程似乎不是这样子 其实我们建议你要刺青的人 是要有一种 先想好你要什么 有什么意义 再来就是你要放的位置对不对 因为很多人他觉得我要刺青 一时冲动 可能你是在手 手板上啦 还是脖子上啦 那都OK 可是你的工作会影响吗 会影响我们是建议不要去做 所以我们会建议说 你真的要刺青的人要三思 之后才去做 甚至于你衣服包得到的地方才去做 因为那是你的一个纪念的东西 不是会影响到你的工作 我们是建议不要去做 因为毕竟台湾还是比较保守 其实邱威姐算是 在阿兰老师刺青这条路上 非常重要的一个支柱 而且在阿兰老师在开始摸索 刺青这个艺术的时候 邱威姐非常勇敢的还跑到 就是国外帮她 这录下取经 这部分可以请邱威姐跟我们分享一下 因为当时她刚好有 她要去其他一个会场 那我事先就原定好要过去那边的 变成说没有办法一同过去 那我那时候想说好吧 那已经约好了那就刺吧 我一手刺一手就拿着DV这样子拍 我想要拍回去 因为她会刺 她看着人家刺的过程的话 看得懂 对 我想要拍回去给她做参考 就这样子 我一出门要搭机 一上计程车眼泪就掉下来 从来不曾自己出远门过 甚至说不要说到德国 对 语言又不通 吃到那边有翻译的节目 所以才放心下来 对 而且刺的过程想必应该是 有那个皮肤上的疼痛 还要手很稳的拿那个DV 就联系刺两天 就十几个小时 全场的那个去观看的那个 就看到我第二天又再刺 他就比着啊 我就这样子 对 大家都觉得很佩服 第二天还有办法再刺 就是这个 第二天就是刺这个位置 那个 第一天刺的面积已经很大了 那个红都已经快 全部 会红肿 对 变成说 疼痛度是当然是一定比第一天痛的 但是就是要冷 因为你一趟过去了 再来就是观众那么多 一定不能漏气 当时是因为肖像型的刺青 是比较在国内比较少看到的吗 当时是我要去学的一种 算是素描 我想要去学这个素描的刺青 可是当下那一场我是没办法过去 因为我们有另外一场要过去 所以我老婆就坚决过去 我就觉得说 这个素描又是我们想要学 他就是很勇敢一个人 他也不会讲英文 他自己就跑到德国去了 所以我觉得这条路 他是在我们的 我们的店里来说 他是算我们的招牌 再来就是他也是灵魂人物 因为他对这个工作 我的工作他是很支持 甚至于没饭吃还是在支持 所以很多人看到的是 可能你现在有小小的成就 可是他没有看到你以前的 可能你没饭吃 连电话 电费来人都搅不起了 那种生活人家不知道 对 因为刚开始起步一定是非常难的 再加上那个时候 刺青这个艺术 不是大家都可以接受的 不过现在也是很多人都对这个 非常的好奇 甚至觉得他是另外一种时尚 那其实大家都知道说 我们邱月姐身上的那个杰作就是 老师在米兰国际赐青大赛 所得奖的一个作品 当时在赐这个图案的时候 有想过要参赛吗 其实没有 我们其实每一个作品 我们都不是在参赛做准备 其实我们的 你像我老婆要吃 是我们的想法在做 好 像海底世界我们也是跟她建议 当时我们只是大家在聊天 我说我很想要做一个 海底世界的大型的纹身 结果那个女孩子她就说 那大哥就放在我身上吧 我说那个要花很久时间 她说OK 因为她当下是在新竹开店 我就是慢慢做 花了一年多的时间 完成 去刚好到了米兰 我们说我们要去米兰餐展 你要不要去玩 她说我要 因为她要去买一些名牌包 刚好就是因缘巧合 她就去也没有要比赛的 结果去玩一玩 后来他们说 来了就顺便去比一下吧 好玩 我想说就好吧 你要去 反正 那这么多人讲的 我们也不敢想说会得奖 因为她那是全世界最 算是三大纹身展之一 很多人 一天的人数进场都上万人了 比赛更不用讲 那个超多人在比 全世界各地的纹身师都来了 不可能会得奖了吧 对 我会觉得 不是说看不起自己 是觉得 他们外国很多都很强的 我们只是说去学习吧 没想到要得奖 而且也很高兴 其实这一次老师也带了很多 在米兰参赛的作品 那我们刚刚讲到的这个海底世界 其实我觉得对大家来讲 刺青的印象都是很 就是她的图案感觉都是比较硬的 然后感觉是比较男性化的 但是当大家看到这个海底世界图案的时候 会发现说 其实刺青也是可以非常可爱的 因为她这个构想是 这位小姐她自己本身的灵感吗 还是说 是我一开始我想要做的 因为我想要做很鲜艳的纹身 又很有层次的纹身 所以我们跟她建议说 刺这种东西是一般人可能没办法接受 可是这位小姐她可以接受 所以就开始进行 海底世界这个概念是 老师觉得希望用一个比较可爱的方式 因为我觉得女孩子你身上放得太凶 太霸气也不好 可能放一些比较温柔的东西 比较柔的东西你会觉得说 让她自己也有自信 再来就是那种图案又不会看的 比较不会腻 那个时候到米兰餐宅的时候 老师也看到很多国外的刺青风格 那个时候算是老师第一次看到国外的刺青 没有我们已经跑了快十年了 因为从2000年就跑 那个米兰展是2009年 所以我们已经看到很多纹身了 因为你在这个过程中一直在学习 因为像我们现在到外国去 只要看到好的纹身我们就会走近 会去注意 因为你会去欣赏别人家作品 他做得很好我们就会很 甚至于会跟他称赞他 他的纹身很棒 怎样 其实一个好的纹身不是说要得奖 其实别人跟你称赞你就会觉得很高兴 老师参加过这么多不同的国际比赛 之前安永老师也有在报导里面说 其实很多这样的刺青比赛 常常就是名列前茅的都是日本的纹身师 甚至是可能其他国家的纹身师 那这一次能够得奖 老师会不会觉得说 其实台湾的纹身艺术 风格跟其他国家是完全不一样的 其实就台湾来讲 其实很多都是有属于自己的那种风格了 现在台湾不是以前那种没有风格的纹身 现在台湾其实很多的纹身是 它都有属于它自己的 有的黑白的 有的传统的 有的是彩色的 所以它的风格都不一样 难度也不同 难度都不一样 有的是很细腻 你心意到你可能 它的纹身是做到超出你的想像吧 每天老师应该花很多时间去研究 不同纹身技术 还有整个图案怎么去呈现它 每天你都会去看一些纹身的作品 甚至于会去看一些有相关的书籍吧 老师的灵感通常都是从哪里来 除了也是会跟我们的教会讲这边讨论 其实在你的生活中 你都会去找寻你的灵感 你甚至看电视你都会找到你要的灵感 外面你可能出游也是一样 所以我老婆他们小时候就会说 爸爸你可以以后出门不要拍照吗 走到哪里都要待一下 对因为你会觉得说 好像庙宇来讲 那也属于我们台湾的文化 对 我们就会有时候拍一些庙宇的相片 可能以后我要纹身的时候 就会放进去庙宇的东西 所以很多东西我们都会去参考 所以不管到哪里我可能都很会去拍一些作品 其实我想台湾的文身艺术跟其他地方很多不一样的地方就是 有很多文身的图腾都是跟我们的民俗文化非常有关系 那这部分可能也是我们台湾文身创作的一个风格 对对 但是渐渐有很多人也不是完全就是局限于民俗文化的这样子一个图腾来讲 那另外的话其实大家一定都知道说 其实最近很多人都会觉得好像都是男生比较多去接受这样子的一个艺术 可是近年来应该在这个部分老师店里反而女客人比较多了是吗 其实我们店里从很多年前到现在都是女孩子居多 差不多占女孩子占七成男孩子占三成 其实女孩子其实比男孩子还喜欢刺青 他们有跟老师聊到说为什么他们想要刺青吗 因为他觉得他有来文过的一般都会再回 再回来找我刺青 因为他觉得刺青真的会上瘾 所以我们跟很多人建议你刺青要三思 刺下去就不行 对你刺下去你可能不是你不行 是你刺下去你还会继续刺 所以你要不要乱刺 你可能要放的地方很重要 再来就是你后面的要延续的东西你也很重要 所以不要乱刺 我想问就是邱伟姐这边 身为女生刺青跟男生刺青你觉得 您觉得女生刺青最大的就是用意跟男生的部分不一样的地方 就会觉得有什么不同 女生的话可能是喜欢有美感的 比较柔美装饰的 对 那男生就是要那种有恐怖的凶悍的那一种感觉 或是一句话的那一种 那一是早期的现在没有人家一句话的 现在没有了 现在没有那个 对 其实我想可能要纹身之前 就像阿勇老师说的要做很多的功课 对 很多人可能都会很冲动说 我今天就很想要纹身 可是纹身的这个用意 其实真的是需要想得很清楚 那老师觉得说 目前来纹身的客人 他们除了就是女生喜欢美感 那男生的话可能是 喜欢比较有个性的一个呈现 除了这些的话 他们有没有什么其他的用意 或者说意义 这是这几二十年来有改变 其实有的 他是比如说 我有个客人他喜欢的是龙 因为他自己本身属龙 他又是外国人 可是他就觉得来到台湾 他很喜欢可能比较 中国的那种文化吧 他觉得龙是吉祥的 他就全身刺满了龙 他就觉得他就是要龙 他什么都不要就是要龙 但他就不会去介意说 如果真的在身上刺龙 有没有什么特别的意思 他不会他什么都要龙 他就是他的目标吧 其实讲到外国人刺青 我们今天老师有带来另外一张照片 很特别的是 他是一个竹科来自于德国的工程师 那他请阿勇老师这边来刺青 之后他回国还去参赛 对 阿勇老师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这个过程 这是一个他之前是在中原院的样子 的工程师 他那时候是在新竹 他来找我刺青 刺好了 他就被调回去瑞士 结果他回去瑞士之后 他又跑到德国去比赛 我们也不知道 比赛完了他就得奖 他又传相片过来给我们看 我们就觉得不错阿 第二次又得奖 第三次又得奖 我觉得奇怪 一直得奖下去 这个老外怎么这么爱比赛 比一场就好了 结果他比三场又得奖 他又很高兴 我们今年去了德国那个餐展 他又跑到德国去给我们刺 上半身前面 他之前是刺后面 得了三场 我说我们心里会跟他讲 你再来还要表比赛 可是他的观念就是 我就是比 他就是觉得有没有得奖 无所谓 可是他很高兴 在那种很像一个派对一样 就像纹身的派对 他会觉得在那边 他脱衣服是很正大光明的 他如果在一般的场合 他脱衣服会觉得人家 这个人可能爱线怎样 可是你在纹身展 他是脱衣服是很正常的 就是要展现自己身体的美女 他会有自信 他那种自信 甚至于他老婆 他老婆是菲律宾人 他老婆也 从菲律宾跑来台湾找我刺青 这次去 他老婆又刺脚板 脚板是很痛 很痛 皮膚很薄 可是他老婆 从头到尾都没有痛的感觉 那真的是决心 所以他们夫妻我是觉得很搭 我觉得说 一个是他老公来找我刺青 还没刺好 就叫他老婆从菲律宾坐飞机 过来这边又给我刺 我们去到哪边 他都可能明天我们要到荷兰去 对 他们可能夫妻又要飞到荷兰 要飞到荷兰给你再继续刺 对 他只要我们到哪一个国家 他们都会去 去找我们 就是他很高兴 他希望 可以在纹身展上帮他做纹身 他很高兴 他会觉得那种是一种 他要的感觉吧 可见纹身其实真的是一个 非常容易让人上瘾的一个艺术 那讲到这里呢 我相信 我相信很多 很多朋友一定都觉得说 纹身这个东西 到底要怎么去接触呢 我们先休息一下 等一下回来就跟大家分享这些 欢迎回到宝导跟我们聊 今天在节目现场呢 帮大家请到的就是纹身界的大师 陈世勇老师 阿勇老师你好 我们刚刚呢 其实在讲就是 关于阿勇老师 在这条刺青的路途上 还有他所有比赛的一些经历 那大家一定非常好奇的是 纹身这项艺术 到底要去怎么接触呢 我想很多人都对纹身算是 又爱 然后又有点点怕怕的 那刚刚讲到我们很多 就是纹身的一些 非常好玩的地方 很多人对纹身其实有一些问题 那在这边呢 克莱就要帮 所有对纹身好奇的朋友们 来借此机会呢 来询问一下我们大师级的人物 很多人一定都觉得说 刺青其实是有点痛楚的 刺青它之所以会叫刺青 因为早期是因为是带有墨水的针刺到皮肤里 但是现在技术一个发达 变得说它是用纹身腔 这样子的一个转变对于刺青 就是收到刺青的客人 他在皮肤上的那个触感 有没有什么不一样 其实触感它其实要分是可以分强弱 它的强弱会来让你的痛 是如果强的话 它机器的快 你的皮肤会比较痛 对 如果慢的话皮肤就比较不会这么痛 再来就是你要吃的是哪一种感觉的 嗯 它有分 快慢的话是指颜色的深浅 它的它有转速 它那个机器不是固定的 它可以转强弱 所以我们在用一般都是不会用到很强 所以它的疼痛感不是那 像一般人在想象的这么痛 很多人他刺青他觉得说 他为什么怕纹身 他其实是觉得哇这个刺青也很痛 嗯 他第一个直觉我打针我就怕了 我干嘛去做纹身 可是他纹身它只是在你的表皮 跟真皮层中间而已 还不到真皮层 因为你到了真皮层下的话 他皮肤就会 会激凸出来 所以我们在做纹身其实 给一般人的感觉 他觉得说痛 可是刺了之后他觉得说 怎么跟我想的不一样 有点像是 像 像 橡皮筋这样弹在皮屋上 一开始会像橡皮筋 对 可是一下子你就会麻掉了 因为那疼痛你已经适应了 对 适应之后你就会觉得说还好 没有很痛 我想邱会姐第一次请那个 阿洋老师帮你刺迷尼图案的时候 那个感觉跟你想像的有很像吗 还是说 其实完全就是出乎意料之外的感觉 早期的机器比较不会痛 所以那个时候 早期的是文美机 它的力道比较没有那么强 它文美的只是在表皮而已 对 所以那时候的是还好 跟我想像中的不一样 对 再来就是说你内心的那个期待 越强的话 越不怕痛 对 就越不怕痛就对了 就不会一直在专注在说 会不会很痛啊 你会期待 所以在刺的时候 那个邱会姐完全不会觉得说 这是一个很痛苦的过程吗 因为其实在电影里面看到都觉得说 哇感觉好像很痛 拍电影里面看到它其实是要做那个效果吧 其实真的文身没有这么痛的原因是 它不是一般人想像的 因为很多人他喜欢那个感觉 他觉得自己还活着的感觉 所以跑去文身 我觉得说 这是很多东西 电影很多东西它其实是误导 其实把人家误导 夸大 对 可是我不是说建议人家去文身 对 因为你要文身你就是要想好 当你想要做什么事情的时候 你就不要去恐惧它了 你就要去接受啊 即使你自己做好心理准备 前一天睡饱 还是前两三天 这你要文身前睡饱的话 你的体力好 其实不太会痛 那文身这个就是 触感的那个感觉 会因为文身师的技术 会有差别吗 有差别有差别 因为它的深度 对 来决定它的痛与不痛 所以如果要文身的朋友们 一定要选择非常技术好的文身师 对 不然的话那个痛厨应该 是比较出乎意料之外的 其实它没有像一般人的想像的痛 其实 你说不痛又会痛 所以这很多人会爱上它这个感觉 因为很多人他可能一失恋 跑去刺青 他说老板怎么 这次来刺不会痛 他讲他失恋了 对 你说应该失恋比较痛吧 对 因为我说你这个痛 应该没有办法像你那种失恋的感觉 可是我会觉得说 你要刺 你就是想好 三思 就是凡事要三思 做功课最重要 我想另外一个大家也很 就是非常好奇的是 文身这个东西是刺在皮肤上的 对 对 但是其实大家也知道 大家的身形其实随着时间是会更改的 很多人都非常好奇说 那我今天18岁刺了这个图案 可是如果我今天50岁之后 那个皮肤的结构不一样 那这个文身的图案是不是真的就会有所改变 其实你有的地方在刺它还是会变形 因为可能你怀孕刺在肚子它就会变形 那很正常 可是有的地方像手臂啦 腿上啦 除了肚子的话 其实一般都还好 不太会变形 除非你胖个几十公斤嘛 那个我们不敢保证 不然一般其实你说要多大改变很 我们接触到的是不会的 其实我想大家应该也是非常的好奇 是说 安老师还有另外一个 一个技能在刺青界就是 补刺青 修改 对 修改刺青 因为刺青大家都会认为说 刺下去真的就没办法修改了 可是呢 好的刺青师他可以帮你去补救这个刺青 如果说是因为身形而改变刺青的这个图腾 安老师有办法补救吗 都可以补救 其实我们有补救很多 他可能 几十年前被人家刺的 当下他会觉得很棒 他觉得这个师父的技术很好 可是你跟着时代在变 其实他那些以前很多时候是 好玩的纹身师吧 他觉得我帮你纹身 其实很多人不懂这个纹身的时候 他觉得说 纹身哇好困难 其实他是真的你要 要到一个程度是不容易 可是你要一上手 会刺青是很容易 我随便跟你讲个几个步骤 你就可以马上帮他吃了 可是你的深度抓不到 你的美感抓不到 你就会破坏那个整体的感觉 他们吃不好的来找我们 我们是把它做一个 另外的一种表现方式 图案的修改吗 不是 甚至你整个都改变 整个都改变 你可能原本是吃一朵花 它变另外一种呈现的方式 可能是一尾锦理啦 还是一种你想要的东西放在 遮盖它 完全遮盖 所以很多人他会觉得说 太神奇了吧 怎么可以这样 可是我会觉得说 这是可能 我们花了很多精神去研究 才有今天的一种修改纹身 很多人会觉得说 我就打雷射这样 我说现在不用了 你直接来我就可以把你盖掉了 直接就是修改完就对 对 所以如果呢 我们的朋友们 如果有刺坏的刺青 其实还是有救的 只要找到好的刺青师 这边还是可以帮你 补救你身上刺坏的刺青 那当然呢 想到这里 大家一定都知道说 其实刺青 从你决定要刺青的那一刻开始 这个过程是 需要漫长的决定跟讨论的 老师 一般跟客人决定要刺青到真正刺土 这个过程大约会花多久的时间 大约半个月到一个月左右 因为我们还要再帮他做设计 再来就是 我们都采预约制的 不是你今天来了 就付了钱你就想要做 我们一般都是你来店里沟通 沟通之后再做设计 再跟他排时间 所以他一般都要等半个月到一个月 甚至更久 有的要花几个月 也要构图嘛 对不对 所以其实如果有想要尝试刺青 或是纹身的朋友们 其实这个刺钱功课一定要做主 就像老师说的 有很多人刺青 他的理由都不一样 老师最不建议来刺青的理由是什么 就是你想要刺青 但是有时候进来说 那老板师父我要刺青 我真的是什么 他说不知道 我说不知道那就回去想吧 他说没有啊 你帮我想 我会觉得说 那就是很不负责任的方式 为什么 因为你都不知道你要什么 我要怎样给你什么 可是我会跟他说 你回去 我们拿名片给他 我们是很客气跟他讲 你回去先看我们的网站 我们东西你觉得OK你再来 因为 我不知道你要的是什么 你一定要有一个目标让我去走 没错 再来你先回去参考 你不用急 甚至于 你没有来我们这边刺青都没关系 可是你要做功课 因为那个会影响到你一辈子 你真的喜欢我什么 也许你要的东西我做不出来啊 所以我会建议说 你是需要大量的负口 对我们有网站 你可能直接 上我们的网站你看 我们的作品 你觉得我们的作品 你适合 你才来刺青 不要路过 进来就可能 想要刺青这样 对他很像是在买商品 他会觉得你进来 我就跟你买一个纹身 我就走了 可是我们不建议 因为我觉得 那个不是你真的要的东西 你真的要的是 喜欢我们的作品 才来找我 那个我觉得 会比较有被尊重的感觉吧 也是因为其实刺青 它所代表的意义是 还蛮深远的 并不是说就像纹身贴纸一样 对 贴上去就可以 洗掉都可以 对它是不行的 它是洗不掉的 当然纹身艺术师 他本身是艺术家 也有他一定的坚持 艾尔老师本身呢 有一个非常特别的坚持 就是不帮未成年的客人纹身 可不可以请艾尔老师 帮我们分享一下 为什么这是你的坚持呢 因为我自己的女儿 她也刚满18岁 嗯 她早在五年前 她就想要纹身了 我就跟她说 爸爸坚持18岁 一定不刺 你现在我帮你刺的 到时候客人来骂我怎么办 好 我女儿就跟我说 好 爸爸我等你 等我18岁的时候 你要帮我刺青 我说好 好 现在就很多客人就来 也有国中一年级就要来刺青 嗯 她的理由很简单 她不刺 你不帮她刺 她就要离家出手 结果这个话不是她 那个要纹身的人来跟我讲 是她妈妈带着她来 真的是掉眼泪在跟我讲 嗯 我说 很简单啊 我保证你儿子一定不会刺青的 她说为什么 我说 我跟她讲过 她一定不会刺的 她说有带她儿子来 她儿子说 我要刺 我这边有一个鬼头 给我朋友乱刺 刺坏掉 师父你要帮我改 嗯 我说我一定帮你改 可是你现在几岁 她说我十三岁 我说你现在十三岁 我们不会帮你改 她说我妈妈同意了啊 我说你 你爸爸同意我也不会帮你刺 因为我现在刺的 我就是违法 其实纹身他没有十八岁 是不能刺的 这是有法令规定的 对 所以很多纹身师不懂 他把他刺了 他到时候就考虑到 你要把他纹身洗干净 还要再赔偿人家 嗯 我会觉得说 你还不懂的时候 你帮他刺 你是害了他 我就跟他小朋友说 你十八岁 你来找叔叔刺青 叔叔会免费帮你刺 要不要 他说好 你说的喔 结果 过了这么多年 他没有回来找我 为什么 因为他十八岁了 他改变他想法 他可能要去把他打掉了 对 他不是他那时候要的 那时候要是好玩 可是他满十八岁 不一定他不要纹身了 所以我们会觉得说 很多人他未成年 你不要给他不好的观念 你现在帮他刺了 可能以后他就会 觉得你害了他 会后悔 你十八岁之后 也不代表说一镜就可以刺青 你还是要自己想 你真的为什么要刺青 你如果觉得 我要 秀刺青给人家看的话 你可以放在衣服里面 不要 一般我们不建议在 短袖短裤 对 短袖短裤都不要露出来的原则下 因为你这样子你的工作 不会去影响到 不会受到影响 对 而且在刺的过程当中 也会比较更了解说 自己真正想要的图案是什么 真正的要的东西 再来就是 你满十八岁之后 你给他考虑了几年 他真的要的人 他自己已经做很多功课了 他可能会收集一些 他想要的纹身 我们一看 我们就知道 你要哪一个方向的东西 我们要再去帮助 设计也比较好设计 对 也是 其实体制法不受精父母 我觉得安永老师 是以一个非常 父母的心态 去体谅这些要 未成年刺青的客人 那也很特别的是 安永老师有一个 非常有才华的女儿 也希望能够成为纹身师 那这边也问问邱月姐说 觉得以女儿 希望投生到 纹身界这个 有没有什么想法 觉得这是一个 很特别的尝试吗 还是说 希望她再想一想 其实她很小的时候就很喜欢画图 变成说她每天在接触她 每天都接触到纹身的工作 反正只要睁开眼睛就是 我们住跟店都同一个地方 那就会有让她产生那种兴趣 那我们先就是让她的基础 打好就是画图 她本身又喜欢 就现在读美工 等你毕业了 你要继续读或者不继续读都可以 你要做纹身的话 那爸爸教你 那是一个很很赤裸裸的 你要学什么 爸爸都有办法去提供给你的 甚至于说基础都打好了 整个店给你也可以 你可以少奋斗好多年 对 那阿勇老师觉得 这是哪一天突然听到 女儿说想要当纹身师 其实我女儿她很早 她就想要做纹身师了 可是我们一开始会觉得说 你的功课重要吧 你要把功课读好吧 因为你毕业了后 我说你还要读大学吗 她说不想要读大学 她想要做纹身师 想要跟我们去环游世界 这个应该是 就是环游世界是一个很大的重点 不是 她重点就是她很喜欢画图 他们学校的一些广告 还是壁画什么 她都会去参与 甚至老师都会交付给她这个任务 她都会做得很好 那再来就是 我们会觉得说你是真的要吗 今年她满18岁 她就吵着要刺青 我们想说你应该是 讲好玩了吧 对 因为你每天看这么多人在纹身 你已经看 应该你也是觉得那没有什么了 结果她满18岁的那一天 她就把我 那一天我是礼拜天 我还在睡觉 因为我礼拜天休息 对 她说爸爸你不是说要跟我刺青吗 我说好爸爸睡一下 改天再帮你吃 她说不行 你就是要马上给我起来 你答应我的 你收一下生日礼物 来真的就对了 对 结果这边就刺了三个 企鹅 一刺自己的老婆你会觉得说 可能快点把它刺好 不用怕她痛 反正你生三个人应该 那种痛都还好 对 可是你刺自己女儿的感觉又很奇怪 一下针又是 一直在注意看她会不会痛 会不会痛 她一开始才会觉得说 不会啊 痒痒的啊 因为我大女儿很怕痛 我们又一直很怕说 一次她以后不敢接触这个行业 她可能会对这个行业失去信心 结果感觉就是 你在跟她线条都刺好的时候 她会觉得说还好啊 就痒痒的而已啊 又不会很痛啊 你就会觉得放心了 可是第二次你会觉得 一直刺 可能有 因为那个 莫魂的那个 导演他们有去拍 还有一些大学生 要做一些论文又去拍 所以有两组人马在拍 还有记者也在拍 她会觉得说 哇她这样压力很大 就不是痛的压力 反而是你一些摄影 让她吓到 她会觉得说 哇那个压力好大 爸爸你以后吃我 你不要叫他们来 我说不是 我们叫她来 是 你这个消息 我们放在我们的脸书 就每个人知道 他们就想要来记录你的故事 对 我们一直在想讲说 你早晚要去面对的 这个没有什么 她就觉得说 可以的话就不要来吧 因为她就是很胆小 可是我们觉得说 你的人生 未来还有很多的困难要去进行 我们还是要面对 我一直在跟她沟通 我觉得说 能够女儿去做文生 我们在我们的带领下 可能会比她做别的行业好 所以我们一直要做的事情是 不要让一些 那些一般人看文生的感觉 不是这么不好 甚至于我们的家族 我们的小孩子 很多朋友来都吓她 说你们的小孩子 哪有这么乖的 她说你们的 给那个印象 你们刺青可能 你的小孩子 应该是都是很 很没有礼貌啦 很怎样 我说我们的小孩子 规规矩矩 甚至于 国中 高中三年级的 她妈妈还不让她自己出去玩 从头到尾 从头到尾都不成 让她们自己出去玩 一定是家庭是一起出去 对啊 其实刺青这个东西 我想很多人对她都 还是会有一些 不了解的地方 但是 事实上其实刺青 她真的是一门 非常普遍的艺术 可以这样说 而且她真的需要的功力 还有学问是非常 非常精深的 我只能这样讲 而且 安庸老师从小时候 就是从女儿小时候 就开始要栽培 就可以知道 这个其实真的很不容易 当然讲到这里 大家一定非常好奇 台湾最近有没有 就是更多 关于纹身的活动 其实明年的2013年 台湾高雄要举办 第四届的国际刺青大赛 那这次老师是受邀当 评审嘛 对对 那可不可以请安老师 帮我们就是 现在目前心境的纹身是 要对于要参赛的 所有参赛者一些建议呢 其实要参赛 这个都有她的官方网站 你可以直接去报名 甚至可以跟她店家报名 你要准备的是什么 把你的作品做好 把你的图案画好 再来就是 其实 比赛不比赛 我觉得是其次 可是 比赛 它会让整场的气氛炒热起来 再来就是 它这一次会有 十几个国家的 来 那个特别来宾 比赛 对都会到 所以 这也是台湾的唯一的 目前唯一的一场 纹身展 这已经办了四年 已经很不容易了 一年比一年还要大 一年比一年还要大 今年可能 明年可能会到达 一百多个摊位 师傅应该会超过一百多个 所以我觉得 对规模越来越壮大 再来就是 这个纹身展 又给全台湾的人 都很认同的一个展览 因为它是很 做很多善事的吧 之前也有做一些 对一些 弱势团体有一些帮助 捐赠的东西 所以我觉得说 很多人 对纹身的不了解 不要去污蔑它 你要去了解它 对 因为他们 真的是很辛苦的 因为这个是国家没有在赞助的 所以真的没有在赞助 你去外国 你真的都要花自己的钱 再来就是 你得名了 你带了自己国旗出去 为了什么 只是要表现 我们是台湾人 我们让人家知道 我们台湾是 算是还是很棒的 技术上是非常好的 在国际 现在目前的每一个展览 台湾出去 差不多都会得奖 所以台湾人 真的是很努力的 一群人 那对于就是个人风格的一个 一个养成 老师 有没有最后给我们一些参赛者 对于这一次要展现的作品 有没有什么着重的地方 其实纹身我们的感觉 你就是干净利落 你的养成是 你要什么风格 你就是要去钻研 再来就是 其实我们的感觉就是 刺青就是要干净 因为干净利落 把他的东西表达出来 你要的东西 可能他的层次 他的色彩 你都帮他表达出来的时候 大部分都是 前三名都是奏一类型的作品 因为我们在看的角度 都是干净利落 然后他的线条 都是一看一目了然 不会说你的东西出来是 让人家看不清楚的 那个你还想要得奖 就比较困难了 对 所以呢如果说 现在我们有很多的朋友 对文生非常有兴趣的话 明年四月份就要锁定 这个在高雄举行的文生餐展 那当然今天也非常谢谢 谢谢陈世勇老师 还有我们秋会姐来到现场 谢谢你今天的收看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